这个 行吧 除了这个跟您父亲 还有什么矛盾吗 太多了 他就是对我们家这卫生 太苛刻了 每天到我爸房间检查卫生 上一次啊 他发现他房间里 就有个纸团 他就跟我大发脾气 直当的嘛 只是一个纸团的事是吗 主持人 您说呀 每天早晨 我去他父亲屋里打扫卫生 炕上 地下 全都是烟灰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您啊 晚上千万别抽烟 您要抽烟啊 实在忍不住 您就搁在烟碟里 因为你在抗生抽烟 容易起火 我怎么说老人也不改 天天是地下抗生一堆 他这样说了也不改 我只能是一次一次地收拾 炎灰这个问题 我给您解释一下 不不 这都别解释了 生活习惯的事 你解释没用啊 这是一个现实 而无解的一个题啊 是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冲突跟父亲 等于父亲的卫生 个人卫生 和父亲房间的卫生 是一个冲突点 还有什么冲突点 最严重的事啊 他要求我爸爸 八十多岁 每天我们下班 要给我们做饭 那么大岁数人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 我是每天要求他做饭嘛 有的时候 我要八点多下班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我把米搁在电盘堡里了 您受累 给我投一下米插上电门 因为我进门以后就能炒菜 要不然几点吃上饭 我不偶尔一次嘛 又不是每天都这样 最说呀 老人除了在家里 躺着就是看电视 连动都不动 就这点小事 你动很动 你就当他锻炼了 动很动很 对他身体有什么不好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都那么大岁数 腿脚又不方便 他生活能自理 就挺了不起的了 不是 那您干吗不做呢 我也不会吧 那您跟他没谈恋爱之前 您怎么吃的呀 经常在外边吃 我们生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所以家里就没有会做饭的人 父亲单身多少年啊 有几年了 您说这一个家庭里 所有的活都是我干 我又不是老母 对吧 你多少学着点 那他在家里干吗呢 他特别懒 除了下班看手机 手机看够了 就看手画画 写字 我这不是有点爱好吗 我下班五六点了 进门又得做饭 收拾屋子 甚至是我下班八点多 有时候我加班了 八点多我回来了 我进门渴得厉害 我叫着倒杯水喝吧 一倒水哪壶一滴水都没有 你说你六点来中下班了 进门就一壶水都不给我做 家里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次赶上也巧了 我是有朋友跟我盯张画 忙着手头自己的事就把这事给忘了 你当时忘了 我进门又得先做水再做饭 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对吧 而且我已经很疲劳了 昨天我再跟您说件事 有一天啊 我单位开会就回不来了 那一天他带他爸爸一天三餐 都得外头吃的 你说我这一天上班挣点点钱 还不够外头吃饭的钱了 他不挣钱吗 他也挣啊 这不完了吗 但是那我们要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 那这是怎么过呀